郭泰、客機亡命飛行兩個半鐘 CX-780緊急滑牆降落 導致8個人受傷 郭泰一直死撐 客機只是一個引擎出事 但到昨天早就被民航處長踢爆 照我們現有的數據去看 兩個引擎在華國時間裏面 都曾經有發生過故障 左邊引擎降落之後沒多久 都曾經有些失足的現象 到下午郭泰開記者會解話 我想強述一點就是 同一時間兩個引擎沒有同時關閉過 只不過引擎對我們的故事 有一個不正常的反應 是否真紅 原來航班由印尼起飛過幾鐘 機長在儀錶板已經看到 右邊引擎有問題 好像車的麥錶有一點震動 其他引擎的趨勢都是正常的 所以當時的決定 我們的飛機可以安全地繼續航行回香港 他說當時飛機右引擎處於慢速狀態 等於沒有動力 航班靠左引擎照飛 到臨降落前二十分鐘 左引擎都不受控開始失速 左引擎保持七成動力 高速降落 機師要全力殺停 系統自動打開輪胎安全氣罰 避免輪胎因為高溫而爆炸 但仍然產生了少許的火花和煙霧 當時航班降落時速達到230海里 民航署長說 只有太空穿梭機才用這個速度降落 有專家質疑 航班為何要繼續飛兩個半鐘 應該一直撐到香港 應該一直撐到香港 應該一到第一高 避港機場應該落 有一個引擎靠不住 由於兩個引擎同時故障很罕見 民航署會調查 燃油有沒有受污染 郭泰承認班機曾經在印尼試水加油 三個英國專家已經抵港 最快今天會上邵氏的航機那裏參與調查 我的財司